我見過一個拍戲的 吃眼的時候他很疲勞 在化妝間那裏把雙腳 黑眼睡了半個小時不夠 那樣痛就黏了它20年 我告訴你 要是真的不好做 因為你不知道何時會失敗 失敗一次就夠了 這些東西全部都是積回來的 你看完這隻骨 我們看正面 正面都可以歪的 但這個我們叫做脊柱側彎 另外一個就是在側面體 側面體可以這個腰彎加大 或者腰彎減少 就視乎年紀 通常上一年紀就會這樣 就平了 為什麼呢 姿勢習慣了坐得多 經常污身向前 這個當然不好 或者你坐在這裏 坐在梳化裏 你扛起腳 這裏就是沒有彎 這些是姿勢做回來的 通常是這兩種 我們看看這個 腰骨 這裏前面 這邊後面 正常 骨頭是這樣 就是有個彎 有個弧道 有個弧道 但當你向前的時候 你有沒有看到 這裏 有東西擠出來 很簡單 我經常說 這個是菠蘿包 這個麵包 這個麵包 中間塗了一些果汁 你一按著果汁就擠在後面 你如果每天都這樣的時候 開頭 還是擠一點 但慢慢慢慢擠多些出來 就壓到一條神經 或者壓到一條脊髓 那條腰沒有了弧道的時候 椎盆 脫了出來 退了出來的時候 就壓到神經 但是神經 落到一條脊 落到一條脊 它就走不了 我們有一件事叫做 間似性壁痕 或者 椎管狹窄 因為你 退了出來 如果退了在中間 這個叫做 這個叫做椎管 這個叫做椎管 如果那個軟骨退了出來 在中間 這個椎管就窄了 窄了就容易壓到神經 有些其實壓得很緊要 壓得很緊要 即是嚴重 你如果真的說嚴重 嚴重不多 但你可以影響到大小便 有一次就是 就來父親節 那個人 真是父親節 他很孝順 他買了一張 按摩椅給他爸爸 他爸爸就是每一天 吃完下午就在那裡睡覺 就放起腳睡覺 OK 即是炭哥一個小時 半個小時 好了 那就不夠兩個星期 爸爸就入院了 當你放起腳的時候 其實這條腰就變成這樣 一這樣的時候 我就告訴你 夠軟骨退出來 他壓到神經 做骨神經痛 問題就是 如果你每天都這樣坐的時候 OK 你就會了 你的腰就一定平了 我亦都見到有些人 即是七八十歲 沒有事做 退休 就在床上那裏 找個手機打麻將 那些都是退休的人 OK 即是你又會這樣 所以 無關事 某一些職業 不是職業病 OK 是姿勢病 我見過一個是拍戲的 那他是怎樣呢 吃眼的時候 他就很疲勞 那疲勞是怎樣呢 在化妝間那裏 就把腳枱起了一張桌上 黑眼睡了半個小時 不夠 那樣痛就黏了20年 一次就夠了 OK 我經常見到很多人 經常坐在那裏 然後瀑在桌上就黑眼睡 這些事實是壞的 一定壞的 我告訴你 真的不好做 因為你不知道何時壞 壞一次就夠了 一次 不用多 所以這些東西全部都是積回來的 我們現在看看 當盤骨後傾的時候 整條腰會平了 平了的時候 很多時候 那條腰大肌 腰大肌就是由腰到大腿 拉緊了 要做一個運動 去拉腰大肌 我們現在攻腿 一隻腳攻向前 然後身就坐了下去 向下的時候 拉到前面左邊的腰大肌 就維持大約30秒 做完是做另一邊 亦都重複了大約20次 另外一個運動 就是拉大腿 拉的時候 如果站得不穩 可以找些東西扶 然後拉的時候 就盡量拉到大腿有些感覺為止 如果沒有感覺 其實可以拉高一點 人就算 前一點都可以 對 目的就是拉鬆了 讓腰有弧度 拉完 一隻腳 又拉另外一隻腳 每一次 就維持大約 一兩分鐘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請訂閱健康媽 我們以後還有些痛症的影片 可以和大家分享 拜拜